接著呢我們的另外一種直播方式就是利用幾種卡 各位跟大家分析幾種卡 這個卡呢叫銀卡 USB3.0高效率的銀卡 那麼這個銀卡呢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HDMI輸入 然後這裡進去 那麼這個時候要怎麼播跟大家講 叫大家雙播雙飛 也就是說 這個HDMI透過這個卡 然後接手機 去播一個平台喔 這個接HDMI到這裡來 然後這裡接手機去播一個平台 另外它的這裡 這條線 它的USB線 有超殘線 超殘 它的USB線呢 直接接到Notebook去播第二平台 也就是說一個機機可以到兩個平台去播 因為它雙訊號 叫VZR 好 那麼 要透過這個東西 讓兩個訊號實現 好這叫擷取卡 銀板擷取卡 再來 這個是 Input Output擷取卡 同時帶有耳機跟麥克風輸入的 這個的用意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 我直播的時候 我要監看 因為我們的攝影機通常只有一個Output Output Output 出來之後進到這個位置 那麼我再從這裡Output出去到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螢幕 或者是到另外一台手機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裡呢 就可以再吐到OBS 吐到Live Streaming Studio Wordcaster 它都可以吐 或者吐到安卓 再吐到 吐到安卓 對 目前這個方案是比較在安卓跟蘋果電腦 還有PC Notebook 都可以的 好這個是這一種訊號 這個叫做 3.0的 Video Capture 擷取卡 那麼它擁有Input 擁有Output 擁有麥克風 擁有耳機的方案 是在這邊 周瑩你好 好第三個方案 拉100米需不需要呢 有沒有人的直播要拉100米 這麼投給DESIGN 廢的廢的 張你做一些 譬如說籃球直播啦 我們這邊最大的 最大的客群是 棒球直播跟籃球直播 還有那個運動直播 好多 我們這類的客群非常的多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就要用到這個叫做 SDI Card SDI Card 有SDI IN HDMI IN HDMI OUT 一樣走3.0的路線 那麼可以拉到100米 這麼遠 你如果需要多機直播 大致上就有這三張卡 可以供應做選擇 好這三張 那這三張卡呢 是針對你 是CAMELA攝影機的 譬如說 GH5 GH5S G9 A73 A72 A7R2 A7什麼 A7什麼 A7什麼的 只要有HDMI Output的都可以 那麼在這邊要補充 很多人拿餅乾機來問說 我的餅乾機能不能直播呢 很簡單教大家 你的餅乾機只要開機 插到電視機上面 按錄影 只要這樣子的程序 你的電視機看得到畫面 你的餅乾機就很適合拿來當直播 好希望教大家 那有沒有人說 那為什麼我的餅乾機 不能夠接電視看到螢幕畫面呢 這個時候就簡單了 因為你的餅乾機是消費機 它避免你拿來做什麼 做什麼呢 好的這三張卡呢 我們會找機會呢 請我們的小編 先把這三張卡的報價報給大家 今天看直播 這個三張卡一樣打折 VGR需要搭配軟體做直播嗎 畫質為何 好待會播給大家 VGR你可以用免費的軟體 做OBS直播 但是千萬 專業的千萬別用OBS 你會得不償失 你會為了省了一點點的軟體費用 會造成你更多的後續麻煩跟損失 OBS 如果你可以的話 能夠把它做專業的使用 叫Live Streaming Studio 來 那個 真誠 Substreaming Studio 右邊那個 如果講到軟體的話 我強烈推薦這一支超級穩超級好用 Live Streaming Studio 超級穩超級好用 那麼這個呢 我們是一整年度的教學 你有任何的問題來找我們 我們這個會教你 交到會 它可以整合10台Mivo 或10台手機 無線訊號進入系統裡面 Mivo就是這一顆囉 現在這一顆 4K的 那麼你還可以整合15台ENG 擷取進去 總共25個訊號 同時呢 裡頭還有兩錄VCR 還可以做什麼呢 做回播喔 你之前的精彩畫面 還可以回播喔 上字幕 Chroma Key OK了 1MV 2MV 3MV 開框什麼鬼 它都能做到 電視台能做到的 Live Streaming Studio 它都做得到 好